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奥托在他的朝鲜之旅中作为罪犯接受了法庭的审判 但这也仅仅是他在朝鲜厄运的开始 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之前做了一件无比荒唐的事情 本期节目中我们将向您介绍奥托瓦姆比尔不可思议的朝鲜之旅 当一位无辜的外国年轻人遭遇到当代最残酷的政权 故事的结局会是怎样的呢 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 这位三年级美国大学生到底是谁 1994年奥托瓦姆比尔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 他从小一直就是一位优秀的学生 朋友和家人都认为他有着一个非常光明的未来 奥托在大学期间不仅学习非常勤奋 他还会尽可能地利用机会以丰富自己的履历 2015年年初 奥托报名参加了一所香港大学的海外学期 在香港 他与其他数百名交换学生一起学习了几个月 2015年年底 奥托又迎来了一次新的机遇 而这次 他将做出他人生中最致命的一个决定 一家中国旅行社为他和其他十名学生提供了一个跨年短途旅行的机会 目的地是世界上最封闭和神秘的国家 朝鲜 尽管奥托之前从未想过要去朝鲜 但最终 他还是决定与同学们一起进行这次冒险之旅 大家都被这个国家的神秘所吸引 甚至还兴奋地准备享受这段难得的假期 此外 奥托也想亲自去朝鲜看一看 因为他对媒体关于朝鲜的负面报道多多少少有一些怀疑 出发之前 奥托瓦姆比尔的父母曾在电话中恳求他不要去冒险 因为他们知道 对于美国人来说 朝鲜绝对不是一个可以随便去旅行的地方 自50年代的韩战以来 朝鲜一直是世界上最危险的独裁政权之一 但是不顾父母的警告 瓦姆比尔还是决定与同伴一起前往朝鲜旅行 于是 这10名学生于2015年12月29日晚上抵达平壤机场 他们一下飞机便立刻意识到 在北朝鲜与世界其他地方有着不同的规则 他们不能自由地从机场走出来 而是在一名官员的陪同下开始了这趟旅程 这名朝鲜官员的职责是 确保游客只能看到朝鲜政府允许外界看到的 而不让他们发现任何贫穷落后的景象 通常 游客只会看到高大宏伟的建筑 或者正在安居乐业的居民 奥托的团队在旅途中不被允许进行自由行动 并且一直受到监控 起初 这似乎并不影响他们的心情 不过 一切都在2016年的新年夜突然发生了变化 当天晚上 奥托和朋友们在一个小餐馆用餐欢庆跨年 喝了很多酒 对于这个团队来说 这是他们在朝鲜第一次进行相对自由的活动 因为那天晚上监督他们的官员没有跟随他们 但恰恰是这种放松的心态让他们陷入了麻烦 回到酒店时 他们依然没有清醒过来 觉得自己好像回到了一个自由的正常国家 于是 这群年轻人意犹未尽地组织了下一项狂欢活动 一项流行于朝鲜游客群体之间的冒险 名字叫做五楼的挑战 平壤扬朵国际酒店的第五层 是专门为酒店客人设置的秘密楼层 并不对外开放 当天晚上 在确定没有人跟踪的情况下 几位学生决定尝试这个挑战 于是 奥托和另外两名同学开始寻找 并最终发现了隐藏的第五层楼 在那里 他们发现了各种各样的监控设备 其他的同学都只是拍了一些照片便离开了 不过瓦姆比尔更为大胆 他在走廊里发现了一些冷战时期的宣传海报 奥托打算把其中一副取下来当作纪念品带回家 在完成了这一大胆的举动之后 他才离开现场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但奥托没有注意到的是 无处不在的监控器也记录下了他的行为 第二天 一行人乘车来到平壤机场 准备坐飞机返回香港 当所有同学都在登机的时候 奥托瓦姆比尔却突然被两名朝鲜警察围了起来 奥托被从人群中拉出来 随后警察立即把他带去了警局 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震惊了整个世界 在所有其他旅客已经顺利离开朝鲜的第二天 奥托却出现在了一个摆满了摄像机的法庭上 朝鲜电视台甚至直播了庭审的整个过程 在当天的审判中 奥托瓦姆比尔被指控犯下了颠覆朝鲜政权 破坏朝鲜尊严的罪行 这显然是一种非常严重的定罪 不过 在整个电视报道过程中 朝鲜政府并没有说明 奥托瓦姆比尔到底做了什么 之后 年仅21岁的奥托 被带到一个未知地点 关押了六个星期 在此期间 美国政府和奥托的家人 都无法与他取得联系 直到2月29日 案发六周之后 瓦姆比尔才再次出现在公众视线中 这一次 他出现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 并被迫宣读了一份认罪书 瓦姆比尔表示 他对自己的盗窃罪行感到非常忏悔 并且认为 朝鲜政府对他的审判与惩罚是合情合理的 其实 整场记者会的内容 都是朝鲜当局事先设计好的 奥托瓦姆比尔的宣读 当然也是被强迫的 他甚至痛哭着祈求原谅 根据国际观察人士的解读 奥托这样做是因为他已经知道 接下来会发生更糟糕的事情 最终 奥托果真被判处了15年徒刑 更严重的是 相比于常规的监禁 他要面对的是 生存环境更加恶劣的朝鲜劳改营 这意味着 罪犯会每周无休地在监狱里 在完全不人道的条件下 进行艰苦的体力劳动 与此同时 奥托瓦姆比尔的父母 在美国也在尽一切努力让他回家 他们参加了无数的访谈和新闻节目 甚至与白宫也取得了联系 以至于美国前总统奥巴马 和继任者川普 都曾呼吁朝鲜政府 释放奥托瓦姆比尔 尽管这两位当时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 多次与金正恩沟通 并让全世界了解了奥托瓦姆比尔的遭遇 但他仍然没有被朝鲜政府释放 一年半之后 奥托瓦姆比尔的家人 才再次收到了关于他的消息 2017年初 朝鲜突然宣布 因为不明病因 奥托瓦姆比尔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 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一位朝鲜军官在电视上表示 奥托瓦姆比尔为了逃避劳动 自行服药使自己陷入了昏迷 但美国政府明确表示 他的患病是因为朝鲜监狱 恶劣的条件造成的 当时正值川普总统 频繁与金正恩接触 并试图改善两国关系之际 在经过将近20个月的努力后 朝鲜政府终于妥协 并最终释放了奥托瓦姆比尔 瓦姆比尔回到美国后 立即被送往最好的医院接受治疗 但是由于他本人的身体状况 即使医生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 他仍处于植物人状态 无法说话 移动 感知 或正常的思考 医生们使用最先进的技术 对他进行了详尽的检查 并发现 瓦姆比尔在朝鲜期间 可能因为缺氧 造成了脑细胞损伤 而不可修复的脑损伤 会导致患者痛苦的死亡 让人遗憾的是 瓦姆比尔由于生命体征不断恶化 于2017年7月19日去世 再回到美国之后 他没能再和家人 进行任何形式上的交流 哪怕是一句话也没有说过 直到今天 法医专家仍然不确定 奥托瓦姆比尔在朝鲜究竟经历了什么 以及他在监狱中忍受了什么样的条件 但即使他的生命已经结束 这起事件对于国际政治的影响却越来越大 在奥托瓦姆比尔去世后不久 川普政府针对朝鲜实施了一系列制裁 自此 美国人也不再被允许前往朝鲜 之前刚刚才改善的两国外交关系 也因为瓦姆比尔的死亡而急剧恶化 甚至奥托瓦姆比尔的父母 也对朝鲜政府提出了起诉 不过 即便美国法院支持了他们的诉求 这对父母也不可能得到那五亿美元的赔偿 仅仅因为一名普通学生 想要带走一张海报 这个让人叹息的故事 便有了一个悲惨的结局 请在评论区写下 您对这个荒唐事件的看法 我们非常期待与每位观众的互动 感谢各位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